好,本节继续讲修改密码 我们还是在某码中看一下修改密码的路由 它访问的是这个API User Change Password的这个路由 然后它传入的是一个旧密码和一个新密码 当然我们前段要保证这个两次新密码要输入一致 以及新密码和旧密码要不能一致 要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要实现这个路由 然后把这两个参数接收 好,推荐路由 还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修改用户信息的这个地方 我们推荐一个路由 router.patch 一样的 修改密码也是用patch Change Password Change Password 然后还有logging check也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登陆之后才可以 然后密码的格式 我们也是用这个Json schema的格式来验证一下 密码还是要保证 和我们注册的时候格式要一致 对吧 好,经过两部连终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写我们自己的逻辑好了 OK 那修改密码呢 首先我们是要获取什么呢 我们要获取盘入的这个密码和一个新密码 当前密码和新密码 也通过这个ctx.request.body来获取就可以了 还有一步的就是修改密码 我们要知道修改谁的密码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获取一个什么UterName 然后把它放在ctx.session 把它从这个ctx.session.uterinfo里面去获取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叫用controller去修改密码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给大家讨论一下 先保存一下 就是你看我们修改个人心意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只是获取了这个传入的数据 UterName是从哪儿获取的呢 UterName是从这个controller里面去获取的 然后修改密码的时候呢 UterName是直接从这个路由里面获取的 所以说这块呢 没有什么定路上 我之所以这么写呢 也是因为就告诉大家这个都没有问题 就是你可以自己规定一个 比如说你获取操作session或者获取session 必须从路由层或者说从controller层来做 比如你规定其中一个也可以 然后也可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没有必要做那么严实的规定 就是说你这个操作session的时候 或者说获取session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路由层来去做 也可以通过这个controller层来去做 所以这个地方我感觉没有太多定义的必要 就是没必要把这个规则定的那么死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联络方式都用一下 让大家都体会一下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controller这一层呢 我们在这个修改基本信息 这个项目呢 我们再建一个函数来去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呢 我们就需要三个参数 对吧 用的name就需要谁的密码 然后password和new password OK 那这个三个参数呢 我们也没必要通过解构的方式来做 因为这三个参数的顺序一般是比较固定的 特别是用的name这一个 对吧 用的name这一个我们是第一个肯定是要传的 所以说虽然这是三个参数 但是实际情况下 它传的也就是两个参数 怕做的 很多怕做的 所以用的name这个参数呢 基本上是固定 是必须要前面要传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参数也可以直接放在外面来传 没必要是用这种结构的方式来传 当然你自己写成这种结构的方式 也没有问题啊 就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死的规定啊 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用这种结构的方式传参数 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 参数传递的顺序不受影响 对吧 但是你像我们 比较这个还是我们传递参数的顺序 基本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我觉得你就这么写 发生这个参数传递顺序 错误的概率也非常低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就这么写了 OK 那我们还是把注释给写一下 表述修改密码 OK 那我们就这直接写吧 好 修改密码其实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对吧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我们的service里面 这个刚才定义的update的user就可以了 因为修改密码 它本身也是一个更新用户信息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我们传用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new password 然后传用的这个条件呢 就是这个unername和password 其实这个函数的定义 就已经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编写 已经创造了一个基础的条件 所以我们直接就这么写就行了 update user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需要这么写 我们先把结构写 第一个参数需要传入一个什么呢 传入一个new password 对吧 然后大家注意啊 密码传入的时候需要干嘛 需要进行这个加密 不加密的话会出问题 好 加密这一层 我们就在RAW这一层实现就好了 这是所有的 人家传的这个修改的信息 就是一个密码 对吧 好 然后那个查语条件 user name是一样 对吧 然后password password 当然也要加密 好 我们可以把格式稍微同意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是定义这个update user 然后把这个更新的信息写上 把查语条件写上 然后更新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成功了 对吧 看到知道是不是成功了 成功之后 直接按照之前的约定 返回这个successmodel就可以了 如果是失败 对吧 那return一个new error model 当然error model里面还要传入一个错误信息 那我们找一下 这个修改密码失败 我们用这个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也需要在前面引用一下 好 那我们引用完之后呢 这个坎数已经已经做完 做完之后不要忘了把这个输出出来 输出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路由里面再去把它引用过来 引用过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下面要去交用它 对吧 跟这一台规则是一样的 然后注意一步调用 然后把youtil name传进来 password给它传进来 然后new password给它传进来 OK 保存一下 这就是我们修改密码的这么一个逻辑 其实很简单 对吧 那我们就起一下服务 放心 担心的码是123对吧 新密码 比如说我们输入个1234 确认密码1234 这个时候我们去提掉 我们看一下请求 修改成功对吧 我们看一下 反回的是一个iron number等于0对吧 然后传入的结果呢 是password等于123 new password等于1234 OK 那修改密码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完成之后 我们怎么去验证这个修改密码 是不是成功呢 第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在收集困里面看一下 现在这个里斯的这个密码 就加密之后是这样的 对吧 最后是一个B69F 然后我们再查询一遍 看看是不是还是这个 就不一样了 对吧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 当我们做这个推出登录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先起一个 先起一个浏览器 然后去里斯登录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密码123 肯定就不行了 对吧 我们要输入密码1234 好 这样就登录成功了 对吧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再改回来 一遍后面忘了 1234 新密码123 确认密码123 提掉 好 修改成功 就是把密码又改回来123了 OK 这就是我们修改密码的这个接口 比较简单了 对吧 可是延统3 这样的接口 嗯 indet上